198每天早上呢 把它溫熱好煮給你的老婆或女友喝 或者是讓他帶一杯去在公司的時候 可以直接喝 他包酒愛死你 他的肉啊都燉到一夾就鬆軟的 那種很軟嫩的 從湯裡面拿出來這個油亮油亮 就是那種 外面百年老店賣的十全藥膳排骨湯的味道 沒比較沒傷害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 唐太宗雞湯 我自己每次去按摩完 我習慣都會喝上一碗熱騰騰的雞湯 難以忘懷 因為不管在哪裡 我都喝不到一模一樣的味道 是每天按摩隊都有雞湯嗎 沒有就走不老雙才有啦 按摩完 他會帶你到一個小房間 然後就默默給你一個菜單 然後跟你說你要喝什麼 那你就想說不用錢嗎 怎麼可能就沒有要錢 但是我跟你說 基本上百分之百命中率都會點 因為這就是一個養生的儀式感 你知道嗎 會不會調理包買回來 加熱碗 然後用一般家裡的碗喝的時候 就發現好像一般般耶 沒有那個心心念念的味道了 噢好香喔 好珍惜喔 尬的天啊 味喝之前先講價格 跟大家說這樣是180元 裡面有三大塊的肉 湯頭蠻濃郁的 微微有一層膠質在這上面 你知道這種天氣哥 這種湯就是很滿意 很爽 他這個即時包做的還OK 原因是因為他的肉啊 都燉到 一夾就鬆軟的 那種很軟嫩的感覺 肉很可以 他肉的部位就是會選有軟骨的部分 然後骨頭的比例不會那麼多 我是直接軟骨直接吃掉耶 180 我覺得很超值 你自己想想看喔 冬天晚上很冷寒流來的時候 有一包這個黑蒜頭雞湯 你只要剪開微波或者是隔水加熱 3到5分鐘 你就有一個很濃郁的雞湯 十全藥膳豬腳湯 我聽到這種十全排骨湯啊 我先不論湯頭 他給的肉就是誠意很好 你看一塊 兩塊 三塊 這麼大塊喔 你們自己看 這麼大塊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豬腳 合理嗎 我覺得他這個肉啊 他是有特別處理過的 你看他這個豬皮啊 挑的是很Q很軟 所以他燉出來的湯是有香氣的 從湯裡面拿出來 這個油亮油亮的感覺 但是我估計啦 他應該不會走一個很油的路線 你們聽這聲音 你就知道他有脫Q彈 嗯 就是那種 外面百年老店賣的 十全藥膳排骨湯的味道 我覺得如果是我會配個麵線 然後淋上那個熱湯 你知道 嗯 所以你看我現在嘴巴有一點 有點黏黏的 他在膠質啊 天然的膠質 會在你嘴巴上面自己劃開 然後幾乎沒有什麼咬不動 或者是經太老的問題 這個湯啊 愛吃中藥味道的人 可能會覺得他不夠重 他是清甜居多 然後比較沒有苦味 這會賣飽啊 這產品有力是OK的 我覺得這個湯有補的感覺 是清補 不是那種大補 濃補的 不是小時候你媽逼你喝長膏藥的那種 第三碗明星商品上菜了 就是他們的雪蛤人參雪耳湯198 裡面不僅加了人參 還有加銀耳 目測上去你會覺得他很透明 全部都化掉了 銀耳是透明的 雪蛤也是透明的 然後你之後看到兩顆紅棗 感覺很單薄 銀耳很大片 然後你再什麼燉 他還是必須要去咬他 你會有脆脆的口感 但雪蛤你會感覺 你像在喝燕窩 我覺得他還有一個妙招喔 全天下所有的男朋友們 你不用再苦惱了 這一包只要198 除了CP值超高之外 叫你們小配包 你買回家之後 把它分裝成三小包 每天早上呢 把它溫熱好 租給你的老婆或女友喝 或者是讓他帶一杯去 在公司的時候 可以直接喝 他包準礙食你 而且宵夜的時候 拜託 請你們不要再去吃 鵝仔麵線或是臭豆腐了 你就直接剪開 對不對 加熱這一碗 這麼大碗的 雪蛤湯給他 他包準會 覺得你非常貼心 這個分量啊 女生一個人喝完 一碗可以當一餐 我覺得光這個膠原蛋白 跟養顏美容的功效 所有女生就很值得 每天都來上一碗了 他們家這三個明星商品啊 如果要我選的話 雪蛤的部分 我肯定會 一次團個10包左右 我真心愛啊 好吃的甜品真的很難 尤其你自己在外面 去夜市吃甜點的時候 你常會很擔心 其實熱量過高 很想喝甜點的那個 甜點重跑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滿足你 以形象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它產品力非常的足夠 以它的價格 它做電商 我想應該業績會不錯 喜歡看什麼影片 開箱再跟我說 拜拜